古铺11月18日训北京时间11月18日晨千8点30分 南美市预赛第四轮 秘鲁主场迎战阿根廷 上半场比赛N刚萨雷斯率先破门 老塔罗马丁内斯进球 下半场比赛两队互有攻守 但都未能再度改写比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阿根廷各场2-0战胜秘鲁 比赛第五分钟 阿根廷大禁区前右侧获得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机会 雷西开出的任意球被人抢挡出 第九分钟 奎瓦杀入禁区后面对阿尔玛尼一记挑射将球打偏 随后奎瓦也被出击的阿尔玛尼撞倒在地 主裁判在观看完VA2视频回放后是已没有点球 第十七分钟 洛切尔索进区左侧带球突破插上后将球移扣送出横敲 门前跟上的恩康萨雷斯的球后左脚冷静低射破门的分 0-1 各场作战的阿根廷率先破门 恩康萨雷斯连场破门 第28分钟 阿雷德斯前场送出写赛妙传 老塔罗马丁内斯带球杀入禁区盘过初级的加莱赛后面对空门冷静推射破门 0-2 各场作战的阿根廷取得两球领先 第32分钟 鬼瓦禁区左侧的低射滑门而出将球稍稍打偏 第38分钟 恩康萨雷斯禁区左侧下底后送出回敲 门前梅西跟上的推射将球打高 第41分钟 梅西左路边线主回防将皮球挡出解围 半场不是阶段 梅西前场带球推进后送出携传 禁区右侧的德保罗将球顺势回敲 门前梅西的推射被防守队员挡出 半场战霸 阿根廷课场战时2-0领先于秘鲁 一边再战第53分钟 塔里略开出右路定位球给到禁区 门前邮盾的投球攻门降球顶偏 第59分钟 阿金莫送出血船 塔里略前场将球一拨后的低射将球稍稍打偏 第60分钟 在一次拼抢中奥塔门迪踢翻了邮盾 主裁判对奥塔门迪出示黄牌进行警告 第64分钟 梅西带球杀入禁区左侧后将球一扣 随后梅西的抽射被防守队员挡出 第73分钟 塔里略带球突破时被洛切尔所放产踢了一下 主裁判对洛切尔所出示黄牌进行警告 第77分钟 梅西前场连续突破过人 随后杀至禁区县附近的梅西左脚低射将球打偏 第80分钟 梅西进去右侧开出定位球送出船中 奥坎波斯的投球攻门将球顶高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巴根廷克场2-0战胜秘鲁 比赛阵容 秘鲁4231 一加莱塞 二科尔索 71波洛 三艾布拉姆 四圣瓦利亚 六特朗科 19尤顿 88卡塔赫纳 18卡里略 23阿基默 88卡尔卡太拉 201弗洛雷斯 71阿德文普拉 10魁瓦 81鲁伊迪亚斯 9拉帕杜拉 巴根廷 4411 1阿尔马尼 19奥塔门迪 4蒙铁尔 2卢卡斯 3塔利亚菲科 20洛切尔索 5帕雷德斯 15德保罗 57奥坎波斯 21鲁萨雷斯 72迪玛利亚 22老塔罗马丁内斯 89阿德迈斯 10梅西